- 簽約是在6月21號 - 6月21號簽訂這個兩岸去簽訂了嘛 對不對 6月21號嘛 來我請問你 左次長 你能不能告訴大家 其實你們經濟部有關產業溝通的部分 有一個中國生產力中心來委託承包 有沒有這回事 - 有 - 有 什麼時候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的 - 這是我們商業師跟中國生產力中心 - 對 商業師委託的嘛 - 那商業師什麼時候委託的 - 他們過去一直是跟中國生產力中心有些地方 - 沒有我說針對福報的部分 - 什麼時候委託的 - 那是我們自從跟中國大陸 - 不要在那邊啦 - 我這裡有啦 - 你們6月才簽約的嘛 - 6月21號要簽的嘛 - 你都知道嘛 - 但是你們是6月才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 - 來做這個產業評估報告 - 我再請教你 - 中國生產力產業評估報告做了幾項 - 哪些項目他有做生產力評估報告 - 那我們是根據商業師所主管的18項服務業產業來做 - 總共做18項 - 18項都有做嗎 - 我們是請商 - 他的評估報告18項通通有做嗎 - 我現在請教你的是產業評估 - 你是經濟部次長耶 - 你主談人耶 - 你做了幾樣的產業評估報告 - 你都不知道 - 我們是有做的 - 做幾樣 - 項目的是 - 我想要我們每一項都有做 - 你們總共做三樣 - 來 - 中國生產力中心知不知道 - 你們這個做的目的是什麼 - 知道 - 知道 - 他知道你們這個是為了福茂做的 - 來 次長 -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調查 - 去產業了解 - 還是用什麼方式調查 - 我們是希望他們當然能夠 - 用最有效的方式 - 最有效的方式 - 分別去了解 - 分別去調查吧 - 是 - 來 我告訴你事實 - 生產力中心是用電話採訪 - 來做這個評估報告 - 中國生產力中心專案經理尤忠明表示 - 當初他們承接經濟部的這個案子 - 完全不知道是為了福茂協議 - 那你們這個是什麼 - 你們做評估報告請中國生產力中心 - 結果中國生產力中心 - 根本不知道你們要做什麼 - 這是你們商業市跟人家訂的月 - 六月要簽 - 六月才去做評估報告 - 是這樣嗎 - 我們內政委員會 - 四月二十五號 - 五月二號 - 五月三十號 - 是不是都針對 - 有關福茂的議題 - 開過公聽會 - 或者是秘密會議 - 有沒有 - 有 開過公聽會 - 或是秘密會議 - 其實都有講到一件事情 - 就是關於福茂的具體規定影響評估報告 - 等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之後 - 使得簽署 - 來請問你這個評估報告在六月二十一號 - 之前有沒有出來 - 我們六月二十一號之前是一個比較 - 有沒有嘛 - 有是一個評估報告 - 有沒有提供內政委員會 - 我們是 - 這是內政委員會的決議 - 這是內政委員會的決議 - 你有沒有提供內政委員會 - 那個時候是希望說 - 五月二號是我當年召集人 - 我在這裡開 - 我還特別開秘密會議 - 請你們來報告 - 你們一片空白啊 - 一片空白 - 那這個是四月二十五號就要求你們 - 五月二號也要求你們 - 到了五月三十號 - 你們提出來還是一片空白嘛 - 你們產業評估報告都沒有 - 來 我請問市長 - 什麼叫做產業溝通 - 你們根本沒做評估報告吧 - 怎麼跟產業溝通呢 - 結果林董事長六月二十一 - 就莫名其妙去簽約了 - 你們這些內容也沒有送給我們看啊 - 中國生產力中心只做了三個項目 - 中國生產力中心還不知道 - 你們是為了福茂做的 - 有沒有這回事 - 中國生產力中心知道 - 我們是為福茂做的 - 那為什麼 - 為什麼他的中產經理 - 尤中平 - 他會這樣講 為什麼 - 我們當初請他做三項 - 所以是做三項沒有錯嘛 - 對 - 總共幾項你做三項而已 - 我們請商發院做十八項 - 繼續來 - 有關這個產業界 - 其實跟內政部有關 - 有沒有殯葬業 - 有 - 有沒有殯葬業 - 殯葬業你們開過幾次的公聽會 - 在簽署之前 - 101年8月 - 你們總共開過一次的座談會 - 兩次的說明會 - 你們參加的名單還在我這裡 - 是 - 來 一次座談 - 一次公聽會 - 兩次座談會嘛 對不對 - 邀請了多少業者 - 邀請了多少業者 - 邀請了多少業者 - 市長 - 市長 - 市長 - 邀請多少業者 - 我手上只有參與了這個單位 - 那 - 業者全國 - 殯葬行業有3222家 - 你們邀請不到20家 - 這叫產業溝通嗎 - 這叫產業溝通嗎 - 來 市長 - 再來 - 繼續 - 我繼續問你 - 有沒有營造業 - 坡道嗎 - 銀造業 紅營造業 - 你們辦了幾次 - 你們辦了三次的座談 - 兩次的說明 - 總共五次嘛 - 是 - 銀造業全國有幾家 - 一萬 - 一萬六千九百多家嘛 - 你們邀請了多少業者 - 大概一萬三千八百多家 - 這 叫產業溝通嗎 - ��� - 市長 - 你怎麼流血呢 - 我一個人 - 我一個立委而已哦 - 我辦了兩場 工廠會 台北一場嘉義一場 - 我辦了十六場說明會 有關浮放的部分 我辦了16場說明會 假如我辦就比你們多嘛 那你們這叫產業溝通 所有來跟我反應的業者都告訴說 根本不知道政府在幹嘛 完全沒有溝通 這就是你們的產業溝通 參與的都是公會的代表啊 所以我們邀請各個公會 包括全國聯合會 你們只找公會代表嘛 對不對 只找公會代表嘛 那公會代表還告訴他們一件事說 啊 鑑點就好啦